這這你怎麼來了 愣著幹什麼就你 就是你 出去 你怎麼從風冷跑出來了 我現在要與月增親熱 你要在這看嗎 哎你不能走 救命救命 屬下告退 你 救救命救命 呃 別傷了 救命啊救命啊 救命救命 你 啊 哎 嗯 都說要有閃電嗎 都說要有閃電嗎 你親也親了 抱也抱了 換回來了嗎 不如你就接受現實 先維持現狀吧 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 你倒是適應得快 也對 都能用本座的身子 去找別人士氣 自然高興得很 我不找別人 難道我找你啊 對呀 看不出你平時裝出一副高傲冷淡的樣子 沒想到女人也不少 本座何曾有女人 明明就有 本座說沒有就是沒有 還裝糊塗 有什麼好不承認的呀 哼 本座也無需向你自證清白 對呀 反正你都說了對我 並無半分情義 你的事與我何干 我還不感興趣呢 你知道標豪 你還有心思與本座磨牙鬥嘴 你可知你我現在處境 蠢女人 蠢女人 你冒充本座一整天 沒發現嗎 一旦有人知道本座與你互換了身體 現在是廢物一個 手無腹肌之力 你我 都會死無全尸 你還活著 不過是僥倖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注意眼神 當你不知如何應對別人時 就冷冷盯著他們 令他們心深畏懼 像這樣 你笑什麼 我就是覺得看我自己的臉 做這麼恐怖的表情 挺好笑的 我就是一介不入流的小仙女 平時對人點頭哈腰都來不及呢 哪知道什麼目空一切啊 你更別說什麼屁你天下 我來了 罷了 你只需記住 誰也不能怕 誰都不能信 那商卷呢 商卷不是你的心腹嗎 他也不能信啊 本座只信自己 你 我要是你 我肯定會把換身的事情告訴商卷 這樣大家群策群力 一定會想到換身的辦法 真是天真 蒼野海強者為尊 如若換身已是走漏風山 只怕人人都想挑戰你 當新的月尊 你無法調動本座體內法力 解釋 別說商卷遜風 哪怕只是區區一個月族戰士 都能輕易將你殺死 我覺得不對 我覺得吧 商卷對你挺有感情的 他絕對不會背叛你的 你懂什麼 我就知道呀 你不懂人心 你不懂感情 所以你不知道 一派胡言 你方才說的那些話簡直荒唐至極 那些話 怎可能出自本座之口 我那是在幫你挽回形象 本座威夷的形象 都被你敗光了才對 你就是因為那個威夷的形象 你弟弟遜風才不喜歡你 本座是人人懼怕的月尊 不需要任何人喜歡 你還有臉提遜風 他與本座自由一同長大 是最有可能發現你我換神秘密的人 如若被他發現破綻 你與我 知道了 知道了 你與我就俗葬身之地了 你都說過很多次了 罢了 反正明晚便會有雷電降臨 在那之前 你一刻也不准離開本座 時間一到 就立刻換回來 一刻也不能離開 那你洗澡怎麼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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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許拖 不拖怎麼洗澡 你要是拖了我不 你 我 我不就被你看光了嗎 你 你不准走 好 你想讓本座因不洗澡被人起疑 本座才不會因為這種小事露出馬腳 忘送性命 那你把眼睛蒙起來 讓公額幫你洗 那豈不是更可疑 我幫你洗 我幫你洗 上 左 左 哪邊是左 再用力一點 你 你 你別鬥吞進尺啊 那本座自己洗 別 我來 我來 你 快 又是你嗎 我 我警告你們 趁現在本座不想殺你們 你們趁早逃命 閉嘴 還想再 如今這月尊 想必只是個廢物仙子吧 哎 怎麼辦怎麼辦 他們好像是破我們了 他們好像是破我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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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啊 啊 這 啊 啊 尊心 啊 啊 你不得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就知道你不是奸细 你别怕 我来跟你解开术法 等等 这术法 先君恐怕也没办法解开 而且 就算有解除之法 就算有解除之法 先君也不能这么做 因为 因为 这样东方清仓也会恢复法令 他说得没错 若是东方清仓恢复了法术 以你我二人之力 绝无逃出圣殿的可能 那怎么办 先君冒着危险来救我 我已经很感动了 绝不敢拖累先君 要不趁这个机会 先君你们快走吧 不行 我知道了 只要抽出你的灵体 待会属于天 再用西壤造出一个新的肉体 就能把你安然无恙 变回小兰花了 好主意 这样一来 就可以把东方清仓 封印在兰花仙子 旧的肉身当中 只要我们摧毁这个肉身 东方清仓 就会魂飞魄散 从此世界 再无东方清仓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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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便 竟派 ren 不好 他们抢过来了 好 你答应过我不会伤害她的 你受伤了 本座圣之不吾 吧 太美了 真好看 没想到 岔岩海最实现的妆容 搬到小兰花身上真是好看呀 要是不认识的人见了 还以为是我们岳族的女儿 哪里会想到是水云天的仙子呀 哇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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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迷在你清澈的眼睛 是途径 最难忘的风景 无人可 比拟 那些忘记 残弱烦心 每一个 为你做的决定 故事寂静 辗转为落皮 一幕幕曾经 脑海放映 刻骨铭心 不想不念不听 心也不再泛起 灵影 天灯亮起 相聚别离 人来人往中更替 翻山云林 寻一个你 不复四生 不复相遇 不复偏 相哭 海虚 只为独立 他便轻轻 他便轻轻寻一个你 不愿万里 只为潇心 送天下父亲 不复你 我说过 你我之间 不可能有半分情意 我不相信 你可知这是什么 这是夜火 三界之中最厉害的法术 除了月族始祖 野女 就只有你完全掌握了 可你知 想要习得夜火 得付出什么代价吗 八情绝爱 七情进去 但凡心里有一丝情根 都无法完全掌控夜火 八情绝爱 没错 献也好 人也罢 接受七情所累 唯有通过上古禁术 拔情绝爱 方不受心许干扰 从此 就算是熟人亲人 也不会有半分动容 更不会对任何人动情 原来 那是你的心海 和七情术 你明知本作拔情绝爱 却不忧不悲 反而心心 这是为何 所以你之前说讨厌我 嫌恶我 果然是假的 你只是被拔去了七情 你也没有办法 这不怪你 杰力说得对 我该多去想想你为我做的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这一次换我了 我该多去想想你 去把小狼花给我带来 是 岳尊大人 岳尊大人 真的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卖药给他 岳尊大人你快放下他 他这样会被累死的杰理 你捉弄本座的时候 可想过他会死 岳尊大人我做了 都是我的错 我不真的我不知道了 我以后都不知道了 你快放他下来 杰理你没事吧 再有下子 啊 谢晚清 是个凡人的名字 这个节日就是为了庆祝 两族大战仙族胜利的日子 我们水云天每逢此日 都会庆祝这个大战胜利 封印岳尊的节日 修好了 修好了 辛苦你了 给我吧 我 长恨先君 你离开苍蝎海之后 浅淫虫回来寻我 可那时我被东方清仓关了起来 他不准我回信 你 没有生我的气吧 我并没生气 只是 担心 嗯 小兰花 明显不好 你根本就不是长恨先君 你到底是谁 没想到 你居然能识破 这是坏事 这是坏事 这个私命殿由我的意义而生 是逃不出去的 乖乖将你手中的命不叫出来 约曾大人你等等我呀 刚才谢谢你救我 你为什么要乱跑 本座不是说过吗 不许离开本座视线 法力这么费还敢乱跑 本座今天要是晚来一步 你就死了 知道吗 我没有想逃跑啊 我答应过你要帮你 治好七情术的 说话算话 我不会逃跑 我只是想帮杰梨 我不管你什么原因 本座再说一次 从现在开始不许离开 本座视线半步 不管你要去哪儿 得让本座知道 懂了吗 懂了 进入 啊 迷雾和风雪不见了 原来是因为这画魂顶 日日炼化碎起 让逝者的悲愤和绝望之念凝聚不散 所以才会让海誓 有着漫天的风雪和迷雾 你打碎了这顶 自然就迎开雾散了 太好了 月增大人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人没事命步也没丢 非但没丢我还修好了 你看 胡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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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遂答应接着陪我出去的 胡遂答应 从今往后不许再碰上 胡遂答应 你别扔掉 以后有他去无常练剑 雷 现在就去 此王船归来收拾 行业也有此盲言 难道本座的机器 真的在加速恢复 大木头 大木头 听说你这几天睡得不好 所以我特意给你准备了这个 你闻闻 香不香 这是兰花草 不过 这可不是一般的兰花草 是我以原神之力化成的 有了它 保证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拿走 可是 你的七情术刚恢复 你还敢跟我提七情术 本座忍受炼狱之苦 才拔情绝碍 近日因为你 本座七情俯生 本座的苦岂不是白手了 本座必须无情 才能杀鞭四方统领月族 你让本座把肩上的责任 置于何地 我只是 不想看你一直这么痛苦 本座从不痛苦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自从你出现 本座才开始痛了 谁让你自作主张多管闲事 别让本座才看见你 我见过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当年装蜜色的锦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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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被烧成了灰 我岂会骗你 我岂会骗你 看吧 果然白忙活一场 等等 真的 这密册 是木片做的对吗 是的 既然取自草木 说不定我可以复原它 我试试看 我会让你把火灭 你看 它有一个采造的锦盒 我猜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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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你会把火灭 你可怕 我猜不过 你能吃到 我猜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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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吃到 你能吃到 我猜不过 你能吃到 你 父子 求 求你杀了我吧 孩儿 实在受不了了 你的情思一日不出干净 一日不得离开此罚阵 我问你 男女之情 忘了吗 我 没想到 拔去激情 是这么痛苦 小兰华 小兰华 我明白了 村上最近如此痛苦 暴躁 一定是她的七强术又复苏了 让她想起小时候的记忆 她是永远不会原谅她的父亲的 她是永远不会原谅她的父亲的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父亲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 难道 她就真的一点都不疼爱自己的亲生孩子吗 她就真的一点都不疼爱自己的亲生孩子吗 她 她 她 我 她 都两个时辰人怎么还不回来啊 小泱民 唉 你座上 她在哪儿 他 是元神嗎 這裏就是關心之計 您是仙月尊嗎 誰讓你愛的 回去 我還沒問完呢 你要問什麼 我想問問你父尊 當年為何要那樣對你 這事輪不到你吧 我還是要是 我還沒答應 我還沒答應 我跟你一樣 我還沒答應 那太太了吧 我還沒答應 還沒答應 你還沒答應 我還沒答應 我還沒答應 这就是我死去的父亲 当年是何等的威严 现在仅剩一个可怜的元神 不必问了 有关他的任何事 本座都不想知道 还剩几道天雷 并尊上 八十一道天雷之行 方才试了三十 还剩五十一道 余下的 本座替他受了 尊上 尊上 您是万金之取 怎能戴罪受罚 多方七早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我 行行 还要本座再说一次 行行 好 好 绝爱的最后 这件缠绕的温柔 来做一把锋利剑 像我 绝爱 模糊光一距离 连时间都暂停 全部只是因为你 确定 你是新的回忆 说开人来不停 开不了口的外星 也来不及 能不能把他都放下来 哪 哪 所以这次我要自己决断 我宁愿承受师父带来的痛苦 承受所有情爱带来的痛苦 我也不要忘记这些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印象都记得是她的记忆 我印象 我 我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 其实我毁了记忆书 是不是就不会痛苦了 是不是就不会痛苦了 我不会痛苦了 我不会痛苦了 自古以来水火不容 始祖严女曾经下达祖训 唯有体恤汉将 永远不放弃仇恨 才是月族生存下去的要义 为什么非要有仇恨呢 月族也好 仙族也好 都是有好人的 先不论水晕天如何 反正尊尚一定会荡平仙境 为月族复仇 我相信她是不会放弃的 那是因为你们没看到她和仙月 尊在一起的样子 她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她不是从前的东方清仓 秦严离 你这什么眼神啊 拜在你村上 村上 哪儿 일 美 本作的鲜花饼做好了吗 你要喝了没有 那要太苦了 不过本作已经全喝完了 一滴也不剩 鲜花饼也快好了 我去拿 等等 这是什么 按我岳族的规矩 感谢一个人 便要割自己的血 涂在哪个人的脸上 本座 十分感谢你 不要 这是你的血 本座猜到了你可能不喜欢血 所以已经换成朱沙了 我 我能不能不涂啊 不行 这是本座有生第一次感谢人 你不许拒绝本座 你我本就两足有别 何来背弃一说 你是高高在上的月尊大人 而我 只是一个连身份都弄不明白的小草 我们之间谈什么情 什么义 请月尊大人不要再在我身上下功夫了 我配不上这份尊容 你说你与本座之间没有情意 那你为何日日陪伴 为本座做那么多事情 是你让本座的七情复生 让本座有了感情牵挂 你现在是为什么 对不起 你到底是为什么 你是月族的领袖 但复制月族的使命 我也一样 水云天是我的家 本座只想把你的家还给你 而且刚才你也说了 你可能根本就不许先祖 可我在乎的人 除了你之外 都在那儿 我问你 你踏入零锁门时 尝恨拦你 你会如何 杀了他 那我师父拦你 你会如何 即使你师父 若肯归帅 本座饶他不死 倘若他执意不肯跪睡 生死要捍卫水云天哪 你就真的不能为了我 放弃先祖吗 那你可以放弃月族的仇恨 放弃你对父亲和子民的承诺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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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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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神仙还是凡人 都有他的一页命簿 命簿上就写着他们的命运 我以前每天都坐在那里 秀命簿 不过不是这里啊 这些都是仿造的 真正的命格之术在水云天 我知道 别打岔 记住说神仙历劫的事 神仙历劫为人的时候 每一世都有不同的命运 必须按照命簿上的命格诗 走完一世 让该发生的事情发生 才能算历劫成功 这么复杂 不复杂 我来给你打个比方吧 命簿就像我们看过的 云梦泽的画本 命格诗就是画本里的故事 画本里面会写 这个凡人何时降身 何时重状元 何时娶妻生子 虽然命格诗里 不会像画本里写得那么详细 但也会写明一身必经的大事 所以 若写好此人 在某年某月 重状元当大官 但港考途中遇到意外 误了考期 没当上状元 那这便是历劫失败 对啊 那历劫失败又会怎样 轻则折损修为 重则灰飞烟灭 修为越是身后的上仙 历劫就会越危险 那也就是说 假如一个上神去历劫 但还在婴儿时期就死了 那他的元神就会灰飞烟灭 是啊 所以 除非有非去不可的理由 一般上神都不会轻易去历劫的 杰里 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些事情感兴趣 我记得以前向你抱怨修命部很麻烦的时候 你从来都不愿意听的 对了 那个房间还没打扫呢 你快去打扫打扫 我刚刚扫过 那就再打扫一次 快快快 快去快去 快去快去 扫干净点啊 嗯 拜见尊上 原来如此 尊上 我已经把尊上想知道的事 都问清楚了 那尊上以后 可不可以不要再总想着杀我了 快 杰里无力不起走 怎会无端打听上神历劫之事 若不是他好奇 那便是有人让他打听 谁还能使唤杰里为他办事呢 很可惜 对了 命部 是东方青苍 杰里问的是上神 难道 那个叫谢婉卿的凡人 是上神的历劫之身 可是 水云天的上神屈指可数 若有上神屈历劫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师父也没有对我提起过啊 这命部 又为何会一直藏在海誓 是上神屈历劫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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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桑劫之身 到千方俈历劫之身 废 đó � attracting 这种好凄惨的命运 走好了 谢婉卿 你到底是谁 我为什么好像见过你 我又是谁